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要读的这个第一篇叫学儿篇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学儿篇为什么叫学儿篇 论语的命名方式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论语每篇当中的命名方式是怎样的 它的这个命名呢 是拿着这个每一篇的第一章 也就是说它的开篇 它的开篇的前几个字来命名 一般是前两个字 但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开篇前两个字不是子曰吗 因为有子曰的话 我们就会把子曰跳过去 因为子曰代表的是孔子说对吧 就是老师说 但是这两个字呢 在很多的篇章当中都是以子曰开始的 所以我们为了区分碰到孔子 碰到子曰就会跳过去 不会叫孔子篇 也不会叫子曰篇 而是跳过去之后找两个字 比方说这篇叫做学儿篇 是因为它的第一章叫学儿实习之 这个学儿篇就是取自于学儿实习之 这个学儿两个字 这是论语的篇名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在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写文章 起题目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所以为了编辑的时候方便 我们就直接从里面取两个字 那么我们这个就叫学儿篇 好我们今天来读的第一章是学儿实习之 这一章 子曰学儿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子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首先跟大家逐字解释一下 子曰的这个子是什么意思 这个子指的就是先生 老师 先生和老师在今天呢 我们叫他是一个职业或者是竞称 但是呢 在古代啊 子最开始表示的是对男子的尊称 古代对男子的尊称叫做子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知道这个在春秋时期 他其实是分为不同的等级的啊 比如说有公侯博子男 这些都是代表的是这个贵族 对不对 有公侯博子男啊 这个子呢 是统一代表是对贵族的竞称 那后来呢 我们一般碰到一个人要这个尊敬他 就叫他叫什么子啊 所以这里边的子曰 这里的子指的是先生和老师 而在论语当中的这个子 特指的是孔子 就只要不说别人 只要说到子就一定是孔子 论语当中有两个词 只要提到了就是孔子 一个是子 还有一个是夫子 论语中的子和夫子都是在特指孔子 所以到后面我们还会读到一些 比方说叫夫子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也是特指的是孔子 所以这里面讲子曰 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子曰就知道这是孔子说的话 看到夫子怎么怎么着就知道他指的是这个孔子 好吧 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解释的啊 这个字叫子曰学而实习之 好 这是给大家简单的这个解释一下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往后读 学而实习之的学这个字 学是个什么字 学这个字呢 在今天学和习是一个意思了 但是在古代呢 学和习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学代表的是 我去模仿学习 尤其是偏理论性的 知识性的这种学 我们叫他教学 比方说 今天我在这里跟你讲 你在对面 你在这个电脑的另一边你就在学 这是学的意思 但是习这个字呢 跟学意思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知识点啊 是关于学和习的区别 学侧重于知识层面 习侧重于实用实践层面 所以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学而实习之 学而实习之的意思就是 我们学了之后 常常的去用 难道不会感到很开心吗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孔子 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很多人在一开始接触学习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我干嘛这个大好的青春不出去玩 我在这学什么习呢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学 论语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人只有通过学 才可以不断的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才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学 其实是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手段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 永远以提高自己为目的 这是论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 学是为了提高自己 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孔子在论语当中 还有一句话叫 古之学者为己 孔子在批评当时的一些人说 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别人 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 为了跟别人比个高低 为了感觉自己比别人强 你们去学习 但是真正的君子 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才去学习的 那怎么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呢 通过学习 你会发现 我这个通过学 我的这个习 就是我在实际当中 会变得越来越好 对吧 比如说你在学之前 你去做一些事的时候 没有章法 你不知道该从何做起 但是学完之后 你去用 你发现学的东西是有用的 所以这个儒家特别强调 学以致用 儒家非常强调这个东西 叫学以致用 学一定是为了用的 如果不用 那你学就是白学 就是乱学 比如说孔子在论语当中说 如果你学了诗经 你不能够去治理国家 不能够去出使跟别人 这个搞这个外交的时候 有理有据 你就算背的再多 有什么用呢 再多有什么用呢 所以孔子其实强调学 是学一定是要用的 那我们学习 大家都觉得很痛苦 但是孔子告诉你 痛苦是痛苦 但是这里有个字叫义 这个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也就是他在痛苦 他在这个疲惫的背后 也有让我们快乐的地方 学习是快乐的 所以你知道第一条 讲什么问题 第一条的中心思想 就是这个叫做学习 是快乐的 这是第一句的中心思想 这里面分成三个部分 他讲了学习 到底为什么是快乐的 第一点 学习的第一个快乐 来源于我们学习之后 我们自己得到提高 然后我们在实际生活过程当中 去用 我们发现我们学是有用的 那我们心里就会产生 这个字叫做乐 而这个你不要念说 这是个通假字 它通的是 通的是喜悦的乐 通的是这个字 它的意思就是喜悦 但是这个字呢 我们看它的写法 它是竖心旁 证明这种高兴 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高兴 这个就是乐 就是说 你有一种快乐 是你由衷而发的快乐 什么时候呢 就是你以前干不成这个事 然后通过学 你发现你能干成了 真的是很快乐 对不对 这种快乐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这个就叫学而实习之 不易悦乎 所以当我们都在抱怨说 学习好痛苦 学习也好没劲 这个时候 孔子告诉你 学习不也挺快乐的吗 有一种快乐就是 我们通过学习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 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我们变成了一个更厉害的人 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 原来做不到的事 我们现在能做到了 难道你不快乐吗 这就是学而实习之 不易悦乎的第一句 这就是他的第一句 好 那学习的第一种快乐 是提高自我的快乐 这个提高自我 主要指的是 通过学习 我们的实践能力 变得更强 能够做成 以前做不到的事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产生一种 由心而发的快乐 这种快乐 是由衷而发的 这就是学而实习之 不易悦乎这句话 我们继续往后看 第二句 有朋自远方来 不易乐乎 我们说学习是快乐的 第一种快乐是我们变强了的快乐 那有没有第二种快乐 第二种快乐就是第二句 这个快乐叫什么呢 叫当你学习的时候 你是一个人学吗 不是 有一群人也在学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获得一种快乐 是有很多人跟我们共同探讨交流的快乐 就是你自己读一个东西 你读明白了 你想明白了 然后你跟别人聊的时候那种快乐 也是一种快乐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你要知道什么叫朋 朋这个字 跟今天我们叫朋友 但是朋跟友是不一样的 古代人讲叫同门约朋 同志约友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样的人叫朋呢 是一起学习的人叫朋 在一块学习的人叫朋 你们各位 今天直播间里的各位 你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古代就叫朋 但是你们不一定是有 什么叫有 是你们有相同的目标和志向 你们才是有 所以我们今天朋友变成一个词了 学习变成一个词了 但是在古代 朋和友 学和习 意思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句子 他强调的是有朋自远方来 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有人远道而来 大家天南海北的人 聚到一起学习 一起交流 一起探讨 难道不也是一种快乐吗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这就是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他告诉你学习是快乐的 第二种快乐是什么呢 是与他人交流探讨 彼此沟通的快乐 但是你会发现 他用的字是乐这个字 那我要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第一句用的是乐 第二句用的是乐 乐跟乐有什么不一样 乐跟乐的区别在哪里 你看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一个字 就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我换一个说法 但是意思已经不一样了 乐这个字 大家知道是怎么写的吗 我给你写一个繁体字的乐 因为今天我们简化了之后 你看不出他本来的意思了 这个字是个多音字 对不对 又可以表示乐 又可以表示音乐 对吗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写吗 这个字为什么这么写 他本身是一种说唱 就是中间的这个 中间这个长的是个白色的白 这个字 原来在象形文字里面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嘴 就是在唱歌 然后这个旁边的那两个叫腰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那个挂在木头上的乐器 就是敲着乐器 在中间唱着歌 这就叫乐 明白了吗 所以为什么他还有音乐的意思 因为这样也是音乐 所以乐这个字是表现出来的声音 样子 他强调是这种高兴 就是你高兴的哈哈大笑 高兴的微笑 哎呦恨不得又唱又跳 这叫乐 你看为什么说这个有朋自远方来 一定是乐 因为你要跟别人交流 这种快乐是大家聊得很嗨的 这种快乐 对不对 是一种喜形于色的快乐 所以叫有朋自远方来 难道不快乐吗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是乐了 他不是说 大家跟我交流 我由心里面发出一种喜悦 不是的 你从心底发出的喜悦 一定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太棒了 你自己进步了 所以你会从心底发出喜悦 但是如果是跟别人交流的快乐 这种快乐是喜形于色的 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的这种快乐 所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这是第二句 大家听懂了没有 这是他的第二个句子 所以他说学习的第二种快乐 是你跟别人交流探讨沟通的快乐 我们在一起学习 就比你一个人闷着 要快乐的多 这也是学习带给你的东西 大家今天老说我讨厌学习 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今天不用学习 你能认识这么多同学吗 你能见到这么多人吗 你能跟学校里边的这么多人发生连接吗 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这种快乐呢 孔子也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生活学习当中 要注意打开自己 不要封闭 然后很多时候大家跟别人一起学 学得很痛苦你知道吗 就有的人说 这个世界上要是只有我一个学生就好了 我永远是第一名 但是你光去想的说 我有那么多同学 大家一起跟我一起学习 会不会很竞争 很激烈 很痛苦 但是孔子说 你反过来想 难道他不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 这就叫做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所以其实我们的心要开阔 对不对 第一个 第一个句子讲的是 学习带给你自己的快乐和收获 第二个是 从你再推及到别人 我们一起去学习 这种快乐 这也是学习带给我们的东西 那第三个句子 我们继续看 叫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君子乎 这个知 就是理解的意思 你们知道今天 世界上最大的痛苦 是什么 最大的痛苦 是别人不理解你 对吗 我可以忍受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我忍受不了 你不理解我 理解不理解很痛苦 人不知而不孕 这个一般人不被人理解的时候 总是很愤怒的 你想想你有时候很生气 为什么你很生气 你觉得别人误会你了 你觉得你这么好 别人不觉得你好 你就会很生气 对不对 但是孔子说 我们学习还有一种快乐 就是通过学习 我们的道德修养 也可以得到提高 这是第三种 学习的第三种快乐 是提升了我们的道德修养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 这个有很多人脾气很暴躁 然后很易怒 然后很这个容易 对不对 跟别人发生冲突 摩擦 在这个大街上 没事就变成怒怒难了 为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道德修养 学习的不够吗 孔子说 学习是可以提高 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 当一个人的道德修养 很高的时候 这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而且他要告诉你 我们学习是为了谁 我在前面讲了 学习是为了我们自己 所以别人不懂你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反正是为了 你自己提高了就行了呀 你提高了之后 别人懂不懂你就不重要了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别人不理解你 你也可以不生气 因为我学是为了我自己 为什么别人不理解你 你也可以不生气 因为我通过学习 我的道德修养也得到了提高 所以他说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 我们不也是君子吗 好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叫君子 什么叫君子 君子的意思就是君之子 古代的最早的君子的意思 代表的是君的儿子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古代的贵族 所以君子最早指的是古代的贵族 但是古代的贵族 可不仅仅是说 这些贵族的身份好地位好 而是他们修养高 因为有学识讲礼仪 整个周朝是一个礼仪的朝代 对不对 我们中国也是一个礼仪之邦 真正的贵族绝对不是说 我有钱我就是贵族 我地位高我就是贵族 不是的 贵族永远是体现在他的道德修养上 你如果只是有钱 你道德修养差 你那个不叫贵族 那个叫爆发户 对不对 所以在孔子之前 君子一般指的都是贵族 但是孔子说 真正的贵族永远是精神的贵族 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贵族 如果你通过学习 哪怕你现在是个地位比较低的人 你不是什么贵族 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过学习 提升了我们的道德修养 我们就是成为真正的精神贵族 难道这不让我们高兴吗 对不对 你无法决定你的出身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身份不是我们自己提前选的 你不是说出生之前 我看一看我今天要投胎到哪个家庭去 我想到这个 我想到那个 这是不可能的 你的舞台不是你选择的 你的剧本也不是你选择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选择 那就是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精神上的 比别人更高级的人 这就叫精神贵族 所以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 孔子一直在强调这个点 这三句话 学而实习之不易悦乎 你自己难道不会得到提升吗 有朋自远方来不易乐乎 对吧 最后人不知而不运 不易君子乎 这就是这三句 而同时呢 这三句话其实 也给了我们所有的读书人 给了我们以提醒 以警示 是警示什么呢 第一句话是 当我们刚开始接触学习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累 坐不住 很痛苦 没学进去 对吧 我干嘛要在这干这个 但是孔子说 这时候你要坐得住 因为你学是为了提高自己 这个事对你是有帮助的 你会不断的进化的 你就像一个 这个生物在不断进化一样 学习是可以让你进化的 当你发现自己进化了的时候 你比别人强了的时候 你难道不会很高兴吗 这就叫学而实习之不易乐乎 第二个句子也提醒我们 不要光看到跟别人的竞争 要打开自己 放开自己 跟别人去交流 只有交流 你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如果你 你说我学的这些东西 我可不能告诉别人 你自己只会越学越窄 对不对 这个就叫闭门造车 越学越窄 他说你要打开自己 你不要怕跟别人分享 分享会越分享越快乐 越分享越多 大家相互之间交流 所以你看这是学习的第二种状态 叫有朋自远方来 不易乐乎 我们难道不快乐吗 我们也非常的快乐 第三种 当我们学到了很高深的阶段的时候 尤其是你已经学有所成了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就你特别想要让别人知道 我学的有多好 然后你会产生种种的不平衡 尤其是当别人不觉得你好 别人不认可你的时候 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我都这么厉害了 为什么大家不知道我 为什么大家不懂我 那个人我觉得也就一般般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厉害 我很生气 但是孔子这个时候提醒我们 我们学永远是为了自己 而且不光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 不光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技能 更是为了提高我们的道德修养 一个真正高级的人 不光是具有各种满级能力点的人 更重要的是一个有真正的精神上的高贵追求的人 只有人不知而不孕 你才是真正的为自己而学习 你才是真正的君子 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学习是为了干什么 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这就是整部论语的第一章 因为儒家特别讲究学这个字 但是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为什么要学 对不对 我到底为什么要学 我们学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 这条第一章我们到这为止就讲完了 你看这就是论语的开篇 这么伟大的一本书的开篇 它告诉了我们学习是快乐的 它告诉了我们学习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这就是论语的第一篇 对不对 学习是快乐的 学习是有意义的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很多孩子学习不好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根本就不认可这件事 我为什么要学习 是你逼着我学的 不是我想学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 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去读一读论语 论语会给我们人生很多东西 以前进的方向 我们可能自己想不明白的东西 论语当中都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和启示 这是论语的第一句 人不知而不运的运是什么意思 刚才没有解释是吧好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个运你看也是树心旁 所以也跟什么有关系 也跟心情有关系 也跟心情有关系 这个心情是愤怒的心情 对不对 就有时候你会很愤怒很生气 这个知呢意思是理解 就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 你是最愤怒的时候 最愤怒的时候绝对不是说 你干了坏事这个时候不是 最愤怒的时候是 我已经做好了 你却觉得我没做好 这时候我就很愤怒 对不对 这叫人不知 但是你就容易运 好 从此以后这一条 我相信不管什么时候 你不会忘记 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对不对 就是孔子讲这一条 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人要不断的追求更好的自我 要不断的学 要不断的进步 当然你说老师 某一天我考试考到了 你随便考 没有关系的 而且以后你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大家要去写一篇文章 你就可以有这个观点了 你们老说老师 我没有素材 素材从哪里来 从读书当中来 从读书当中来 好 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一条 叫做学而实习制 我们这一条就彻底的讲透了 啊